自殺不能解決問題 它是最好的見證 想不開的時候 也真的是差一點點死過兩次 吃藥自殺 我告訴你 你這兒子也是很辛苦的 三嬰兒畢竟也是我們生的 剛開始的時候真的是 真的是一樂一樂 每天都是這樣哭哭哭 婚姻 奧利 還有外遇 外遇不止一次 我們變成對保公堂 那不然離婚之前 他就把孩子都帶走 為什麼做我們的事情是 是白人 為什麽太多像我 我告訴你 也是對孩子放不下去 所以做幼稚園老師 想說如果去那兒看孩子 我們很棒的孩子 來當作自己的兒子 這樣來照顧也很好 因為沒辦法看到自己的兒子 只好用這樣 來抒發自己的想念之情 其實我那時候媽媽是 像我自己的悲傷 收斂起來 我的念頭就會轉 這段時間 我比較不會頭痛 漸漸 我會把我的孩子 放在我的生活中 我不會想 因為我知道他們很健康 很平安 有人痛就好 有時候我現在想起來 事情過去就過去了 因為我那次自殺 讓我們政府叫起來 之後 我感覺說 老天爺 留著我 應該還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我去做 所以 我的感覺是 我要活下去 接觸到 慈激戀戀 我真的是把 思念孩子的心情 真的都轉念了 因為 死不是為他的路 我自己 有那個轉的念頭 我們是不是 該好好的活下去 為了以後 跟小孩 如果有那個圓圓 做會的時候 不要讓他們真的說 娶媽媽 為了把孩子 跟我的相見 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 念轉 幸福就來 您可以撥打 02-2257-2623 或0800-788-995 請幫幫救救我